艺人罗莉塔2016年12月27日被UberEats员工泄露家中地址 他17日在脸书宣布寄出最后一封律师函 表示UberEats如果再不回应大家只好法庭见 今20日他接受Anonis独家专访表示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拖纳、笑其两年 他们就是想拖过两年吧 罗莉塔透露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拖纳 因为我就在想笑其两年 他们就是想拖过两年吧 他们一定想说一般人搞不清楚法律的这些东西 我确实也搞不清楚 要不是有律师提醒我说 耶,这再过一年你就连告都不能告了 我才知道 谈起整个克服过程 他相当无奈 去年这事情一发生 有公关跟我联系 然后他那时候有留一只电话给我 说以后有事情都可以打给他 但是他后来就离职了 现在完全找不到人 这一年就时不时地拜托我的律师 再发一封提醒他们一下 就这样发了超多律师信过去 但他们一直无消无息 罗莉塔一向有话直说 很受粉丝喜爱 图鞋线翻设字脸书 2017年11月20日 在怕超过法律效期及愤怒之下 他请律师发了最后一封律师信过去 看对方 如果他还是想摆着的话 我们就会提告了 完全没有道歉 全部的人都消失了 UberEats本身你去网站或App都没有联络电话 都是用email沟通 用email沟通就石沉大海马 也不会有人回你 就算你课诉他们也不一定会回 谈到去年事发以来他的心情 一纲时事愤怒 后来对方见媒体报道 派出公关 摸头 他当时还觉得蛮开心的 觉得对方有诚意要处理 没想到后来就是一封封又去无回的律师信 这件事情在网路曝光后 仍有不少酸民留言讽刺 对此 罗利塔表示 酸民的留言 我现在基本上都不太去看 当然有时会不小心看到 我看到有一些人会写说什么又出来吵新闻 又不红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我只能说 就是祝福那些酸民 他笑着补充 因为现在外送非常发达 连坐纸架也可以叫到家里来 我就等你们哪一天地址被公布的话 你们就再来看看怎么样好了 我觉得那些人很奇怪 都没有就是论事